人与人之间 语言分 因为大家都在谜 因为在谜 他就有知识 就有分别 有知识有分别 他就造孽 为什么呢 他有七情无语 有七情无语 就会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报恩报怨 讨债还债 这种纠纷没完没了 轮回里的苦相 觉悟之后 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 扫除干净 回归到清净平等 问题就化解了 你回归到长级光了 回归到自信了 可是你还有一些 怨怨债债主 在六道里头 在舍法界里头 他们还没进行 过去你跟他有恩 有缘 有债务 他还常常会祭祷 那他一齐心 越动力 你就知道了 他跟你有缘 你就会献身 去帮助他 解决问题 献什么身 随他的心 不是随自己 自己永远没有 起心动力 你才能随意 切中身心 可以同时 心无量 无边身 描集了 因为自信 是没有缘际的 自信没界限的 他希望什么身 你就能信什么身 任言经上所说的 随众身心 因所质量 不是随自己 随众身 众身喜欢佛 你就献佛神 喜欢菩萨 你就献菩萨神 喜欢同男同女 你就献同男同女神 普门平 观音菩萨三十二一 没有一个是随自己念头的 自己没有念头 你为他献身 为他说法 说法也是随他而说 不是随自己 随自己没献过神 随自己没说过一个字 所以他的心 他的念头 他的分别 他的之处 一切随众身 自然流露 神灭法 群属虚妄 他不知道 他知识 他分别 明心 尽心 发神菩萨 他放下了 他知道了 一切法 却是希望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那 生灭当中 有个不生不灭的 才见到了 愈 有个不生想 不能 人生 身 予